大量吐石从山坡上方崩塌到公路上 民众经过目睹这个摊坊场面吓得惊呼 而随着吐石越掉越多 最后是一大片都滑落 民众赶紧吓得撤退 就是在高雄六规的腾之林道 由于天气状况不佳 目前已经实施交通管制 要来进行道路抢修清理 在凯米台风过境的时候 腾之连外道路已经有预警性封闭 因为在园区内到处都有大小落实 而原本已经要重新来开放步道 但没想到腾之连外道路大约10公里处 昨天下午开始又有大量落实 目前只能先实施交通管制 腾之国家森林游乐区 也预计是从8月9号到8月15号都休元 因为高雄今天都还有下雨的状况 而在汛期期间 山区天候不稳定 为了民众安全 也呼吁游客先暂时不要上山